1970年,李水清被周总理亲自点名,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革命委员会主任,而他也不负众望始终兢兢业业致力于我国民用机械、电信、传播行业等的发展。 黄天不负有心人1975年上半年一机部的调整、合并、整顿工作基本完成。 也是在这时,李水清认为时机成熟了,便给时任副主席的邓小平写信要求重新回到部队。 十几天后,在人民大会堂外,李水清找到刚刚见完外宾的小平同志,恳切地说道,邓副主席,我想回军队。 但给到他的答复却是,你的能力这么出色,先念同志可能不会放你。 由周总理亲自点名的李水清为何会在功成名就时想要回到部队? 而李先念又为何不想放他离开呢? 支持李水清的老铁们可以在弹幕打上支持,向砥砺前行的李水清将军致敬。 李水清,1917年出生于江西极水,一个贫苦家庭。 因母亲当时并没有能力抚养所有孩子,便将他送到外公外婆家生活。 之后,他的外公被国民党谋害,让他产生了参加革命的想法。 于是在1930年,他便加入了工农红军,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。 在战场上,他毫不畏惧,冲锋在前,随军从土地革命战争打到抗美援朝战争。 一至五次反围剿,二万五千里长征,强度大渡河,平行关大战,百团大战,平津战役,太原战役等重要战役中都有他的身影。 1937年,清华日军企图攻占太原,进而占领山东全省。 而要达到这个目的,就要突破平行关防线。 于是在9月21日,日军第21旅向平行关一带进发。 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,八路军决定在平行关一带设服,痛击不可一世的日军。 现有人知的是,在此次大战中,李水清任独立团三营教导员,率领武师独立团三营的全体将士,参与了腰战阻击战。 他们熬战了七个多小时,李水清和全体将士们担起了属于共产党人的责任。 他们浴血死拼,有力地配合了沿西山负责的第二战区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,迟迟了日军的战略进攻,打乱了敌人计划,取得了首战的成功。 而这场战役对我党有着划时代的意义。 1950年,朝鲜内战爆发,在二战中大发过难财的美国觉得这又是一个可以入侵中国的契机。 于是,组建联合国军,悍然入侵朝鲜,还曾多次将炮弹轰至我国边境,对我国国家及民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。 当时,新中国刚刚成立,百废待兴。 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,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做出了抗美援朝这样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。 这场战争如果胜利,既能保卫朝鲜人民共和国不受侵犯,又能保卫本国的安全,甚至能保护整个亚洲的和平。 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,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 而李水清此时已经升任67军副军长兼1990师长,于是他便率领1990奔赴朝鲜战场。 在去朝鲜之前,李水清给战士们打气,一定要打出军威,养我国威,让西方列强再不敢犯我国土。 李水清履行了承诺。 在历史两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,李水清带领将士们歼灭敌人18109人,占67军歼敌数量的20.8%。 他们用热血铸救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壮长歌,用无比的忠心惋忌道之狂澜,在战争中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,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,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深远的意义。 而李水清也不仅仅是靠铜墙铁壁般的躯体对抗敌人,很多时候他也靠致来取胜。 1935年,红军长征期间,部队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,那就是缺少粮食。 要知道,经历了爬雪山,过草地后,将士们急需的就是补充营养,只有养好了身体,强健了体魄,才能保证充沛的精力对抗来势汹汹的敌人。 但比识谁的手里物资最充沛,当然是地主豪身了,但面对来势汹汹的侵略者,这些地主只想着关起门过自己的日子,而红军又是组织土地改革的。 为此,这些地主在红军还没来时,就躲进山里了,并且还找来打手看家护院,依旧过起了奢靡无度的生活。 在获取消息后,李水清决定找到这些地主,借此从他们手中拿到物资,他先派人摸清山里的情况。 经过他的侦查,山上有许多自然形成的溶洞,但溶洞内错综复杂,该如何找到这些地主呢? 终于在细致地搜查和寻访之后,李水清决定趁着夜晚抓紧行动。 由于有事先的探寻,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地主们所居住的溶洞。 洞门口还有几名流氓打手看守,但彼时的夜晚很黑,李水清带来的人悄无声息地走到打手的身后,趁他们不注意,依次将他们拿下,之后又采取前后夹击的方式,来了一招关门打狗,欲让地主豪身们无路可逃,乖乖就范。 而这招也属实管用,队员们到达这些地主豪身面前时,他们正在惬意地进行赌博,似乎洞外发生的一切都与他们毫无关系。 红军的到来自然也在他们的意料之外,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,许多人像是丢了魂似的从座位上跳起来,拼了命地往洞口跑去。 但李水清已关了门,这些地主再怎么跑也是出不去的,此时的他们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,徒劳地忙活着,最终全部落网。 但人被全部抓获还不够,李水清带领的小分队此行的目的是物资,能及时为军队补给的物资。 这些地主们一开始不愿意说出物资的具体位置,于是李水清跟他们分析形势,让他们明白一味地退缩只会让侵略者更加地猖狂。 而这些地主们也终于被说动交代了物资所在地。 这些被搜出的物资数量在被统计之后,竟多到能够攻击两个队伍的将士们吃半个月,武器数量庞大到能够攻击一整个瘾。 李水清这次真是凭着自己的智慧立了大功。 可大家能想到吗,这时的李水清才年仅17岁,而且这已经是他在军队的第五个年头了。 从1949到2019,能让全体国民都为之振奋的当属庄严的阅兵仪式。 一代代中国军人走过天安门广场,将自己最耀眼、最幸福的模样雕刻在了祖国的心脏地区。 而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,199师作为大名鼎鼎的开国大典红一师,是开国阅兵士中当之无愧的主角之一。 而带领这支传奇且英勇的队伍的人正是李水清。 当金秋的阳光洒满了天安门广场,简阅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响起,威严耸耸立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时, 镶嵌着国徽的礼炮齐名武师响。李水清带领199师作为陆军代表,迈着昂扬的步伐,坚定地走入了毛主席、朱司令以及全国人民的视线。 虽然他们身上穿着的军装有些泛黄,甚至看起来旧旧的,但每个人的衣襟都平平整整,庄严地融入了令4万万亿人民都无比激动的场合。 当时的他们甚至没有达到一人配一枪的标准,但气势却丝毫没有减弱。 随着李水清的命令,向右看,将士们整齐华一,眼神坚定地望向主席台,无声地诉说着对祖国的忠诚和人民的热爱。 到了1970年,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,当时主要负责国家船舶、机械、电信等行业的低机械工业部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困难,缺乏一个能担得起重任的领导干部。 周总理四千想后决定清定李水清担此重任,但李水清在得知这一消息后,第一反应就是不想去。 要说带兵打仗,他李水清二话不说,即便在困难,他也一定会上。 但这种需要技术含量的,那都是专业的人才能干的事,这可不是靠着一身冲劲就能干好的,是以李水清本能的想拒绝。 于是他心直口快地找到上级领导李德生,说,能换个人吗? 我恐怕不能胜任。 李德生回想起总理话语里的坚决,道,总理亲自点名,不行也得行了。 于是李水清找到了周总理,而他的顾虑早在一开始,就被他的上级李德生上报给了周总理。 不会可以学,我们搞革命时,谁又能说一开始就是会打仗的,在我看来,有你主持大局我很放心。 周总理的一通劝说,让李水清深感身上的压力巨增,但既然躲不掉,那就打败他。 于是李水清接下了第一机部的重担,顺利将一机部和八机部的各部门完成合并,所有人员都安排在了合适的岗位。 他也确实如总理所预料的那样,将自己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门内汉。 到了1975年,当初周总理要求他做的主持大局,已然落下帷幕,但李水清心里依然想着部队,便适时地提出了回到军队的要求。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。 李水清后来回忆说,那是非常时期,总理点将,让我这个外行管内行,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。 但眼下一机部已经步入正轨,李水清认为自己是时候回到部队去了,于是当即找到邓弓,提出要回军队干老本行。 小平同志看到他如此坚决,但还是对他说,此事,此事让我和先念商量一下,他恐怕不会放你走。 但好在几天后,小平同志同意了他的请求。 不过军委给出的正式决定是,由李水清去担任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,主持军事工作。 两年之后,中央军委又决定调任李水清担任第二炮兵司令员。 同年11月,命他担任第二炮兵党委第一书记。 一直到2007年,90岁的李水清在北京逝世,索罗曾说,我愿意深深扎入生活,损进生活的骨髓,过得扎实简单,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,剔除得干净利落。 对于李水清而言,军队就是他生活的全部,则一梦追寻,则一世终老。 李水清用漫长而又短暂的生命时光将坚持初心贯彻到底,那就是为国家,为人民而不懈奋斗。 所以即使他在一级部拥有了较高的职位,也十分被中央领导看重,但却依然要求回到部队,回到他最开始为祖国奋斗的地方。 他没有渴求利益,只是坚持做一件事,做到从破旧部一到崭新军装,从红小鬼到开国将军,从捡来的步枪到自主研发的坦克,无论风云如何变换,他都能调节自己的步履,寻找心中最平和安宁的风景。 而这步履的尽头,是他心心念念的部队,这心中的风景,便是在军队中与将士们为战事敌人而赴汤蹈火,不怕牺牲的坚定眼神。 我们生逢盛世,重任在兼,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,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为设计而奔走,为祖国而献身的革命先辈们,我们所拥有的自认为平常的一切,都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。 无产阶级革命家韵戴英曾说,人民最要紧的是精神,是要与命运奋斗。 时代各有不同,但精神一脉相承。 作为新时代国民,我们应该向革命先辈们学习,直面挑战,超越重重阻碍,永担责任,永利朝头。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披荆斩棘,锐意进取,奋勇争先,图写新时代之下的壮丽篇章。 读完李水清的故事,大家有什么其他的见解吗?欢迎在评论区写下您的想法。